补心第一方 早播房颤心率不齐一起全调了 大家好我是中医好医生 我们都说冠心病是终身病 得上了就治不好 相当于背叛了死缓 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说得了冠心病是很可怕的 事实上没有那么恐怖 只要注意保养 按时服药 急救药不离身就不会出大问题 但人是高级动物 在生活中突发事件 情绪巨变也在所难免 所以要想让冠心病不发作 也是很难的 冠心病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随时有可能在记忆体内爆炸 所以到现在为止 尽管西医对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 非常重视 但效果并不理想 更多的给人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感觉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 那本着治病求本的这种心态 越来越多的患者走到中医的桌前 想要寻求一个长治久安的方子 解除这颗不定时炸弹 那么这种方子有没有呢 我想肯定是有的 在没有找到这种绝方之前 下面将要介绍的厨房 您不妨试一试 那就是新鲜汤 有腹片 肉桂 炙干草 人参 西洋参 当归 这个方子不好看 但我的观点是 不管白毛黑毛 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不管大方小方 能治病的就是好方 因此处方用药就像带兵打仗一样 不是搞艺术做学问 而应根据具体病情特点处方用药 那么这个方子的效果怎么样呢 给您举个我看过的病例就知道了 有位患者许你是60岁 出诊的时候呢 胸闷 胸痛 气短 活动就会加剧 发作有五年之久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冬季发作 说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 曾看过西医做心电图 有心肌确确表现 用过单身片 攀生钉的治疗 但效果呢都不明显 这位患者呢身形丰满 胸闷憋 容易出汗 总是胸痛 舌质 紫暗 舌苔白 跟腻 脉色无力 所以正属心起亏虚 心脉不畅 那在服用心心汤七剂之后啊 复诊说用药后大便息 每天两次 没有腹痛等不是 胸痛呢也没有再发作 胸闷也有所缓解了 身体也有力了 于是啊 效不跟方 之后服用本方三十余剂 多年的顽疾就这样消除了 之后偶尔又不是了 服用本方武器剂就可以缓解 还有很多病例反应都良好 可以说是一张同用方 那介绍这个方子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患者受益 所以屏幕前的大家 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可以给我私信留言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大家 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